娱乐圈是个名利场 在这个光鲜亮丽的大舞台上面 无时无刻不再演绎着各种讨好观众的戏码 每当某个电视剧开播或者某个电影上映 影视片方总会想方设法地在发布会或社交媒体上面 以人物角色营销的方式 大肆炒作 博取眼球 为满足粉丝科CP的需求 明星们也会卖力地宣传自己的作品 将原本淡如水的交情 在闪光灯下演绎的感人至深 可在弘历的浪潮退去之后 曾经甜蜜有爱的CP组合分道扬镳 往日的好友人设渐行渐远 直至形同陌路 所谓的深厚情义 也永远止步于了荧幕之上 但也有一些人保持着纯真与质苦 珍藏起那份来之不易的缘分 将彼此的情义由戏中延伸到了戏外 比如张子峰和彭玉唱 1994年 彭玉唱出生在江西一个县城里 父母都是普通工人 平时都忙于工作 几乎没时间管孩子 便把彭玉唱交到了爷爷奶奶手上 在多年后 彭玉唱的回忆录里 也说到自己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少年时的彭玉唱 也和许多平常人家的孩子一样 调皮淘气爱闹腾 学习成绩一般 在同学之间并不算出彩 高中毕业后 由于外形条件不错 加之自己对戏剧的喜爱 彭玉唱报考了上海戏剧学院 一考面试时 在耿少叶老师的指导下 彭玉唱选择了影片 辛亥革命 忠明绝明的独白 张明奇 你为什么躲在暗处 你怕什么 你怕我年轻 我虽然选择了死 可是我依然年轻 你虽然苟活 可你已经老了 舞台上 那小小的身躯里 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一句句台词铿锵有力 质地有声 在场的老师无不为之动容 就这样 彭玉唱成功考入了 2012级末偶表演系专业 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涯 那一年 张子峰11岁 早已在内地影视圈中 摸爬滚打了整整六年 参演了许多部优秀的影视剧作品 包括龙须沟 新树 同桌的你 宫锁沉香等等 其中最出彩的 被唐山大地震中方登一角莫属 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 地震之后 母亲在只能就一个的绝境下 选择了体弱多病的弟弟方达 放弃了姐姐方登 影片中 被压在石板下的那一幕 年幼的张子峰 将细节处理得恰到好处 无论是眼神还是呼吸 都演绎得唯妙唯笑 尤其是在被母亲放弃后 眼神里透出的绝望与不解 更是直击观众心灵 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张子峰也凭借这个角色 一举夺下第31届大众电影 百花奖最佳新人奖 成为百花奖开设至 2010年时年龄最小的获奖者 之后一年 张子峰与王宝强 桃红共同出演 《我的父亲是板凳》 在剧中张子峰和王宝强饰演妇女 天真浪漫的性格加之演戏上的天赋与灵气 让王宝强对剧中这个闺女尤为疼爱与照顾 不仅在采访中人人称赞 在事业上也予以助力 2013年 陈思成从演员转行做导演 正忙于自己第一部电影《北京爱情故事》的拍摄选角 好友王宝强得知消息后 便向他推荐了12岁的张子峰 但由于年纪太小 不适合拍摄《爱情天》 此事只能作罢 两年之后 陈思成的新片《唐人街探案》开机 作为主演的王宝强 再次向陈思成推荐了当年妹的小姑娘 这一次陈思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张子峰出演《思诺一角》 并且在拍摄过程中充满信任 留给了张子峰很大的表演空间 事实证明 王宝强和陈思成的选择是正确的 在影片最后的大反转那一幕 张子峰的鬼魅一笑 不仅成为了诸多观众的心理阴影 也成为了内地悬艺剧《影史》里的精彩一笔 而这一年的彭玉唱 刚刚出道 正值青春年少的两人还不知道 命运的潘多拉摩盒已经打开 静待他们遇见彼此 2015年 彭玉唱参演了低成本爱情喜剧 《太子妃生殖记》 本以为这样的雷剧上不了台面 可万万没想到 这部剧却成了那一年的爆款剧 捧红了一众新人 彭玉唱也借此剧获得了些许的关注 并在同年 被选中加盟了国民级综艺天天向上 成为了一名天天小兄弟 人生总是越努力就越幸运 虽然成为了主持人 但是彭玉唱并没有落下对自己的专业能力提升 在天天向上工作之余 他沉下心来磨练演技 紧紧抓住每一个机会和角色 立志用演技获得观众的认可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2017年7月闪光少女上映 彭玉唱凭借其中的角色 提名第二十届上海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男演员奖 这是她第一次真正意义上 以演员的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之后参与的综艺节目 演员的诞生 让大家看到了更加多元的彭玉唱 其强大的爆发力 更是让张子怡赞不绝口 她也因此获得了与桃红老师搭戏的机会 或许对别人而言 这样的机会是能在舞台上再露一次面 让更多的观众看到你 再吸取一波流量 可对彭玉唱而言 这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在对戏前期 她反反复复地寻找桃红老师对戏 一个点眼不好都能纠结一整晚 镜头面前 她抢硬坚守 是自己的戏份 寸步不让 镜头背后 她又回归到了那个谦卑热忱的少年 既会90度弯腰向前被鞠躬 亦会换位思考 照顾他人 2017年一部爆款漫画 快把我哥带走 被制片方看中 决定投资制作成真人电影 在演技与流量之间权后之后 制片方决定选择走小成本温情路线 所以他们选择了两个不算太新 但绝对不贵的年轻演员 来演绎这部电影 于是23岁的彭玉唱 与16岁的张子峰相遇 一段兄妹旅途正式开启 为了构建好角色 将漫画中哥哥的欠奏行效 完美地演绎出来 原本憨厚的彭玉唱 在剑蒙与耍宝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对戏时他会耍剑嘴碎 毫不客气的损妹妹张子峰 以此来调动演员彼此之间的情绪 张子峰也会及时反馈 毫不留情地反击 就在这样打打闹闹 欢乐愉快的氛围里 电影《快把我哥带走》的拍摄落下帷幕 本以为两人会如大多数影视CP一般 营销炒作过后 彼此便渐行渐远 焦急就此结束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一个现象级综艺节目 又将两人联系到了一起 彼此间的羁绊也得以延续 2018年 彭玉唱在何炯的推举下 成为了节目《向往的生活》第二季的常驻嘉宾 超低的笑点 加上逗趣的性格 让他与刘宪华混成了沙雕兄弟 几乎承包了蘑菇屋所有尴尬笑点 为节目增添了不少精彩看点 之后一年 刘宪华为了自己的音乐梦想 退出了《向往的生活》第三季的拍摄 为了能让年纪较小的彭玉唱能有个伴 何炯和黄磊留下张子峰作为常驻嘉宾 就这样曾经电影里的妹妹 成为了哥哥彭玉唱的马仔 昔日戏内的兄妹情谊延伸到了戏外 纯粹的人 总是分外珍惜命运的馈赠 作为童星出道的张子峰 并没有被娱乐圈的大染缸所影响 他永远保持着纯真与善良 对这位天降的哥哥尤为珍惜 无论是节目里还是节目外 都会一口一个我哥 既不生粉也不扭泥 坦坦荡荡 真诚质朴 彭玉唱也对这位妹妹无比珍视 脏活累活都主动挑起最重的一部分 天冷了便不让妹妹沾水 自己一人洗碗 知道妹妹喜欢吃肉 成饭时会多加一些给她 在被何老师套路 能否把喜剧之王的手包借给何兰斗时 她一口拒绝 到了妹妹则直接说可以送出 骨子里的谦逊与诚恳 让妹妹张子峰能信任她 勤劳实干的作风 令何炯和黄磊欣赏她 而她依然能在浮华与躁动之间 找到属于自己的清醒 在生日的时候 妹妹张子峰会毫不吝啬地 把自己最爱的钢铁侠手办 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哥哥彭玉唱 彭玉唱也会瞒着张子峰 悄悄写信和赤巨资写歌给妹妹 虽然两人的理由 都是希望对方能在众人面前 上演一出感动得痛哭流涕的戏码 以作为未来用于调侃对方的素材 但是这份没心没肺的真诚 却感人至深 或许是我们看过了太多太多的逢场作戏 所以那份情真意切的美好 才让无数的观众为之动容 2018年 彭玉唱和张子峰分别凭借大向席地而作 以好之华两部影片入围金马奖提名 他们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也让观众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新时代年轻演员的未来 用汗水浇灌自己的人 总是会被上天眷顾 希望将来的他们能不忘初心 继续磨练演技 保持着对电影的敬畏 坚守着自己的敬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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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